6月17日凌晨 黄子涛发文回应 粉丝不满工作室葬行 出图速度于质量等 表示 所有都是我自己决定的 照片我都懒得拍 早发晚发能决定什么 同时他喊话粉丝 别勉强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 给自己强加任务 好好过好自己的生活 开心地做着你们喜欢的事情 就是对我而言最大的喜欢 据悉 16日黄子涛参加了某晚会 随后工作室 晒出了黄子涛当日的一组照片 却不想 引发了粉丝们的极度不满 吐槽工作室的业务水平 黄子涛的发文回应 张行耿直性格 首先黄子涛把自认都归于自己 所有都是我自己决定的 还劝倒粉丝 粉丝维权很正常 涛涛维护工作人员 也很正常 都互相理解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